大家好 新臺灣 星光大道 如果蔡英文當前會不會放陳水扁 今天聯合報的社論 他說至少這個問題一定是要講清楚 要不到時候會有治理上的危機 那蔡英文不講啊 我以前就是不講怎麼樣 可是呢 除了現在扁系很多人在幫他之外 今天有個重要的消息 包括陳其邁要接 民進黨黨中央中央政策的這個執行長 而且兼發言人 另外阿扁以前的辦公室林德遜 都要去當黨主席的這個特助 問一下他現在顯然是非常重用 阿扁旁邊的人 的確從這個陳其邁 他過去代理高雄市長 跟後來的總統府秘書長 其實都是當時扁的意志 還有扁辦公室的主任林德遜 加上一個小的人物林格優 我要他名字也是過去扁辦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先前 那個柯建民委員 其實在扁那時候 壓到看守所之後 其實柯建民對蔡英文來講 很多協助 所以這樣一線下來 我覺得扁的過去的人馬 環繞到蔡英文旁邊 那我們知道他初選的時候 用一個徐家欽 那再加上我們今天談的扁系的 有沒有注意到 他並沒有用謝系的 作為他核心的人物 就是他繞在他身邊這些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觀察的 因為連當初五都選舉 蘇貞昌的陣營裡面 都還用徐國勇 謝系的大將嘛 那蔡英文何以在 現在不管是發言人角色 跟他辦公室這個角色 都沒有謝系的 或是說以後會用 那這個不得而知 但是你就從扁 扁系的人馬 懷惱到他 尤其是林德遜的角色 我覺得這可以觀察一下 那現在李老師 他現在欠阿扁這麼多人情 到時候你當選了 就至少放人了 只是欠阿扁而已嘛 那我應該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 只是在這個立場上 他一定是採取險前謀斧 因為謀斧才有談論的空間 尤其讓支持扁的人 有想像的空間 險後是不是一定會晃 我倒還存你 但是險後看似 在做決定 那問題是 我們現在不要談險後 我們就要談 201後總統 不能讓他顯上 所以我至少 我立場很清楚 我不喜歡買很久 但至少這部車慢歸慢 不會亂跑 這人不知道 目在哪裡我們不知道 所以 我們當然說很幾位 娶媳婦看誰 要娶媳婦 看他媽媽是怎麼樣 所以說媽媽可以看到媳婦 一樣 選總統 看背後的人作平空站 是哪些人 這些人看來 你感到帶給他 所以 近郎就 口口畫了一個漫畫一樣 他打球的時候 那太多人在指揮 要叫他怎麼投酒了 好 今天蔡英文今天講 他打一場有經典的選戰 那我們就要問了 有些題目 不能夠只有嘴巴嗚起來不講 或者每次 都不正面回答 這樣不是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 特別這票非常重要 我們繼續問 至少回答那兩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繼續收看 第二小時的新台灣 星光大大